原标题 对越战争中解放军是如何鉴别越军女特工的 市长想出三个好办法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 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 为了不让越南侵扰我国 我国派出了大量的侦察兵 来时刻关注越南军队的动向 但是越南军人也很聪明 他们用反制措施来对抗我国侦察兵们的监视 越南派出大量的女兵 乔装打扮成中国的老百姓 潜入中国境内打探情报 通常他们都会随身携带武器 通常不会拿出来使用 如果碰到解放军大搜查的手 他们就会把枪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我们知道任何战争和战场 军人都不会对老百姓怎么样的 不管是几方还是敌方 只要是老百姓都会得到保护 尤其在当时那个非常时期 我国多次强调 不可对越南老百姓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对越自卫反击战士军人与军人之间的事 不可牵扯到双方老百姓 所以越南钻这个空子 让女兵们打扮成老百姓 因为不能严格盘查百姓 所以这给我国甄别谁是特务的工作 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有困难就会有办法 当时解放军第127师师长张万年 想到了几个好办法 如何区分谁是混在老百姓当中的越南女特务 而且用这些办法 很快就让那些越南女特务原型毕露 被我军成功抓过 一开始被抓到之后 他们仍具够承认自己就是越南女兵 但是在铁的事实面前 他们选择了不再抵抗 那么张万年的这三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一一看一下 首先第一步 查看可以目标的手掌和尖窝 因为这两个部位是开枪时最常用到的地方 是军人的话 这两个部位一定会有厚厚的老姐 然后第二步就是摸这些可疑对象的手掌 因为老百姓的手虽然粗糙 但是和长期摸枪的那种粗糙是不一样的 只要一摸就能分辨出到底是不是真的老百姓 最后一步就是托 因为在越南军队里都会给军 人发放统一着装 包括里面所有的裤子 当然了 不会大庭广众之下托 而是会被带到房间内 由专门的女性工作人员负责查看 一旦发现越南军库之后 那基本就是确定无疑了 除了查看裤子的种类之外 还会看他们的脚 主要看脚背和指甲 因为当时越南女兵们穿的都是像胶轮胎带状的凉鞋 在脚背上会留下一道的黑白不均匀的痕迹 但是普通老百姓没有那种鞋子穿 那是越南部队特制的 所以真正的老百姓脚背上不会出现那样的痕迹 然后看指甲上是否有过涂抹指甲油的痕迹 因为越南女性非常爱涂指甲油 但是军人不允许 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判断标准之一 正是凭借着这三个方法 帮助我国抓获了很多越南女特务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